歡迎來到傳說對決職業聯賽TOP PLAY 閃電狼主宰這次的季前賽拿下13勝 實在是看的太過癮啦 那麼話不多說 趕緊來看看季前賽都有哪些神操作吧 季前賽限定 同樣陣容比操作 初次登場GCS的小學弟段譽 這個安琼復興真的沒再客氣 直接控好控滿 接下來就是跟著隊友穩定收下人頭 拿下三殺 上演一波DCG的完美團戰 我以為我勾到了怎麼去吃飆了 哇你可以這一邊吃到一個蠻多的傷害 這邊吞噬天氣吸了起來 哇反吸的有效 哇 補到栽的往前炸傷害斷律 哇這一波往前做進攻 流到人了 這邊剩下一個尷尬的Hansel 這是一個一換四的團戰啊 LOP對戰HK的關鍵決勝局 可以看到Hansel獨自守著Zota 等待時機進攻 殊不知 IKK鬼之反應 直接預判向後 躲掉關鍵輸出的昇龍拳 算翻啦 這局IKK不僅拿下Key Player 輸出更是來到45%的爆炸傷害 對這首說就是 你居然選了亥犽也不一定活得下 對 喔這邊斷 這個我... 沒到我... 哇 欸你抽好我的抽好 他往後那一段躲掉了Hansel的大拳 是 沒拿到Key Player別氣餒 他Play這不就來了嗎 彎定當家輔助哲哲 在凱撒詞白口一直扛著傷害 逼迫HK往後 並看著司機直接跳進去神槍凱撒 同時凱也瞬移補上大量傷害 HK完全打不住1N的強烈攻勢 在無逆轉比賽 哲哲可謂是最大功成了 大家看看 我們家子子笑得多開心啊 找到人 先留娃娃 人群真的推出來 解控被逼了出來喔 切到後面了 你們可以硬直到底 讓仔給他展出來 把輪給帶走 但是卻莫生凱撒 哇 嚇到喔 真真拿到了 莫生凱撒打達貝爾 給SHUT UP 雷柏撒 逼出了又是兩個瞬移 Oh my God Oh my God 遊戲時間7分鐘 閃電王策劃一波三甲二 這裡漢的莫拉 及時支援收下正責的人頭 接著用時空姐姐 躲過林地的多數傷害 再東躲七牛 閃掉戰利爾的控制劑 這時候趕來收頭的青燕 也被他多段位移躲開 就在你以為他底血回家的時候 Surprise 他直接回頭使出時空殺陣 帶走青燕 這一波閃操作 可你把爺爺也嚇壞了吧 戰利爾往前一個踩 後對POP起來 後面的話呢 莫拉趕到現場 看一下 正澤的話呢 是蠶死在了莫拉 Han的手下 不過的話爺爺趕到現場 兩段走龍蝦配上撒烏雲 這邊的話想要找誰呢 喔 閃掉了 到底也閃掉了 而戰利爾在塔下 被擊飛到的都被放倒 不過的話呢 側邊這一邊的話呢 喔 哇 太底爾是拿下了雙殺 也趕到現場 這邊的話拿大圓的夢 現在撞進去沒有命中 很貴心 同一次看到的帶著 沙灘 拿下了TREBOR 在BRO和ONE TEAM的比賽中 16分鐘ONE TEAM看到 對面的蛇利女超人殘血 打算吃這隻凱薩 就在凱薩快被擊殺時 簡直沒有太扯 T1的海倫只用一記花鈴之舞 就搭上ONE TEAM的凱薩之搭車 一下 兩下 三下 叮 列車到戰 成功搶奪到魔神凱薩 也因為這一波關鍵搶奪 BRO終於成功破解連敗詛咒 是想要逼你逼人來打架嗎 血量被刮了兩下 血量掉了不少 而且娃娃在側邊 我現在魔神凱薩 兩萬 七千 六百 還這邊是直接進去囉 輪在旁邊想要收尾 對 這邊剩下一點點要進來搶嗎 哇 不知道挑戰者滿身物中的XPLAY 是不是都上榜了呢 這周력星賽就要開打了 想到就覺得很期待 喜歡這支XPLAY 或想看到更多選手的極限操作 記得關注傳說對決的官方YouTube頻道 以及Facebook粉絲專頁 並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沒有搶到凱撒的那位朋友 那我們就例行賽場所以再見囉 大家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